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好意思 要再等一下 但我们今天的任务应该不只有吹吹海风踏踏浪吧 我们今天是要来挑战一个极限运动叫做风针冲浪 那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可说是冲浪胜地了 没错 那我们赶快去找教练教我们如何的风针冲浪 等一下 我们会让教练见识到我们这个挑战的决心 我们就一边冲浪一边过去好了 没问题 这个我会 来 GO 教练 教练 我们来了 穿上救生衣 着装完毕 只是在正式下水前 要先在沙滩学习控制风针的方法 以及体验风针强大的拉力 风针的控制我们是左边右边两条线 是 拉左边它往左边跑 要让它停止的话 要反方向拉到它停止 然后要往右边跑的话 就是拉右边的线它就往右边跑 这样 简单吗 要去哪儿就往哪儿拉 对 但是我们控制的方向 我们又分成点钟方向 正上方是12点 是 11点 10点 那碰到刹单是9点 是9点 另外一个方向是1点 2点 3点 OK 好 右边拉一下 我们拉到12点 12点 11点 10点 不要以为我们在倒数或是暴石 这是因为风针冲浪是依照 时钟的终点位置来计算方向 要知道现在拉到什么位置 照着时钟的数字走就对了 原理听起来不难 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需要点脑力 好 手不用那么出力 没有那么多内心细 出那么多力 好 慢慢再下来一下 现在到3点碰到沙滩 然后放手 到3点 碰到沙滩就是3点 放手 好 先把我钉好 然后在12点的位置 接着 现在这个位置 很多12点 左手拉一些些 右手拉一些些 把手拉一些 直接让它煞住之后 然后我们再赶快回来一下 慢慢右手拉 拉到12点 你看看我在前面操作 欣婷还是不忘在后面继续练习 即使教练不断地在旁边叮咛 我们一时之间人不得要领 风针冲浪的第一课还真是不简单 刚教练教我们怎么把那个风针 你刚刚应该是跟我学同一套吧 是啊 对 这个风针怎么把它从我们的阵头上 12点钟 然后你要怎么把它瞧 瞧到片这边 11点 10点 9点 然后这边1点 2点 3点 这个操作技巧 说实在我觉得非常困难 对 因为我们刚才一开始 最初阶的课程 就是叫我们控制方向 然后教练说 就跟骑机车一样 你就这样 要左转你就这样 用手伸出去 你要右转你就 左手伸出去 对 所以这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一开始以为要控制这个风针 是要很用力的这样子 但其实它是一个 算是比较精巧的技巧型的活动 就是你要怎么控制 过去然后再拉回来一下 只要你控制得好 其实你不用用到全身的力量 也可以完成这个 控制方向的部分 是 那我们刚刚是在走时钟嘛 我们从这个9点 然后一路走到3点 但我们还不会从3点 或是从9点走起来 我们觉得我们还要再去找家人 学一下怎么起飞 对 起飞是最重要的环节 走吧 尖叫 亮起飞 放手 然后摔风针 幸好我们跟教练之间 绑着命运共同线 不然风针的拉力大到煞都煞不住 差点就要吃得满嘴沙子 屁股都快磨破了啦 那你觉得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 有冲起来就好 还是你有想要什么特技 还是什么花式 我今天目标就是不要落水 怎么可能不落水 教练说这个如果要 我们等一下只能做 然后教练说如果这个要站起来的话 其实要经过两天的训练 还是要不然我们就把目标定在两天 超乌常人的成长 我们是当一个天才儿童的概念 对 怎么样 一天我们就学完两天的课程 对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是值得挑战 好 那我们就以这个为目标 我们以站起来为目标 控制方向 check 起飞 check 准备下水验收学习的成果 看看海上那些风针冲浪的好手 旋转跳跃乘风破浪 我应该也能秀个几招 帅一波吧 虽然教练说今天的风力状况不佳 风针飞不太起来 但对我们初学者来说 已经是非常艰难的挑战了 先是趴在板子上 感受风针的拉力 再进阶到坐着慢慢滑行 控制前进的方向 当然不时会摔到海里 喝上好几口海水 看来离能够站起来 展现潇洒的英姿 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婷婷 怎么样 看到我在海上的英姿了吧 那种速度感前所未有 我觉得你像那种海上那种海豚 就是奔驰在海上 海上那种万马奔騰的那种感觉 我个人是觉得 虽然我刚才没有滑得很好 但是我有信心下次再来挑战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我有一种魔力 有一种吸引力 就是跟你冲浪的感觉又不一样 是风真的大自然的力量 带着你跑 我很喜欢 决定下次要继续再来挑战 好 再来玩 请楼下 请楼下